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我们又迎来了激动人心的FIFA系列 这个FIFA系列其实我们之前做过就是重建曼联 但是很可惜呢,重建到一半,被炒了 但是没事,新的赛季,我们来新的开始 这个赛季踢到现在,我觉得曼城很显然就是少一名前锋 尤其是上一轮曼城踢完利物浦之后 大家都说如果这个阵容里面有凯恩的话 那结果可能就截然不同 所以说今天我要在FIFA这个游戏里面 把凯恩从热次转会到曼城 看看这个赛季究竟会发生什么 这个赛季我应该会用FIFA这个游戏 做一些模拟类型的内容 所以大家如果除了凯恩转会曼城之外 有什么想看的其他内容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 好,那我们来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曼城打莱斯特城的社区盾杯 两队出场了 这个其实不大真实 因为现在其实因为疫情 是两队不能同时走出来的 看到凯恩穿着曼城的球衣 不得不说 其实我是略紧张的 因为不瞒大家说 这是FIFA22上架之后 我的打的第一场比赛 难度必须是最高难度 传奇难度 选的是Legendary 这个不用说的 因为其他难度我觉得是没有意思 之前有很多人说 我在游戏期间会感难度 但其实这个没有必要 因为 为什么总是在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会丢分呢 好球 给到凯恩 有没有 这球 有了 德布朗内 好球 这是凯恩的助攻啊 所以凯恩上来第一场比赛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好球 这谁啊 这又是德布朗内吗 现在终于反超了 德布朗内的两个进球 坎塞洛 哇 哇 这太牛了吧 德布朗内 哎哟哟 等一下 不行了 非常的刺痛啊 不得不说还是非常漂亮的 我觉得有点危险了 来四成的这个 一波一波的 好 爱德森 水平 来啊 凯恩我们打一个右上角 稳啊 哎呀 哈哈 出没气 方向扑对了 来 这 德布朗内 打左下角 十点进 好球 好球 爱德森 马可雷斯 来我们的丝宝 来踢一个右上角 挡 赶 卡尔沃克应该是一个大力抽射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曼城丢失了奖杯而感到有一点心酸的 OK赛季第一场曼城客场来到了托特纳姆热刺球场 这场当时我们把它称作为凯恩德比 那现在呢凯恩是真正加盟了曼城 带领曼城回到老东家 卢卡尔 这谁啊 破1比2 好球 福灯 德布朗内 哇 哇 德布朗内 左脚的抽射啊 直挂死脚 76分钟啊 我们扳平了比赛 我们这场比赛到底能不能赢下来呢 哎 哎 孙姓米 不要 哇 卢卡斯这边又来了 哎 呃 曼城是客场 1比3 输给了热刺队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赛季直接推动到12月31号 也就是冬季转会窗之前的那一天 看看曼城体是什么样子 赛季进行到一半啊 曼城这个上赛季的成绩只能说真的挺一般的 因为现在他们排在联赛的第3名 射手榜上六普的马内和萨阿赫是排在第1第2 西罗排在第3 为什么找不到凯恩呢 哈里凯恩 18场比赛 进了5球 一个助攻 还拿了两张黄牌 这个不正常吧这个 我们现在来把时间推动到5月21号 也就是联赛最后一场比赛 之前的那一天 好的时间来到了5月21号 朋友们 曼城来到了英超榜首 88分领先 利物浦第2名 84分 也就是说 还剩下最后一轮比赛 但是曼城已经夺冠了 然后我们看到 凯恩是重登英超射手榜 虽然说排在第24 但是34场比赛里面打进了10球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曼城这个赛季 除去英超的冠军之外 没有拿到任何其他的奖杯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 再推进一个赛季 看看在第2个赛季里面曼城 和哈里凯恩会有什么样的成绩 OK朋友们 在凯恩转会曼城的第2个赛季里 我们现在来到了12月31号 曼城排在联赛 榜首 这个就逐渐找到感觉了 其实这个赛季凯恩还是表现得相当的一般 我们斯宝在20场比赛里面 进了18球 贡献4个助攻 凯恩进了6球 零助攻 这个会不会就说明了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凯恩其实不适合曼城的这个系统呢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把联赛推动到最后 朋友们时间来到了2023年的3月份 但是我在这个时候停止了电脑的模拟 因为我看到曼城在欧冠里面主场1比2 输给了黄马 所以我就决定这个时候 凯教练应该登场 我要带队去在客场挑战黄马 要把这1比2的这个落后的比赛扭转过来 好这场比赛凯恩戴上了曼城的队长秀标 因为我希望他在这场比赛里面能有好的发挥 能够帮我们扭转这个落后的局势 好的这边凯恩拿球 咖喱石 德布朗内凯恩一脚好球 凯恩这脚打得太漂亮了 左脚的抽射 科尔图瓦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就叫中锋啊什么叫中锋这就要中锋 安切罗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罗德里 德布朗内 福灯 这不是福灯这是格安利时 好球 哦 防不胜防 还是希望能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 不然的话 越往后拖 问题越大 哎 等一下 我说想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 结果人家真的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 朋友们正当我觉得 我准备要带领球队结束第2个赛季的时候 在4月2号时 曼城给我发了一个通知 说我被炒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利兹连给我发来了工作的邀请 OK那么第2个赛季也结束了 我带领的利兹连在赛季结束之后呢 也降级了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啊 因为我们主要是看曼城 曼城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是排在了榜首 所以我们看到在凯恩加盟曼城之后 曼城是连续两个赛季 都在英超夺冠了 而且很奇特的一点是 凯恩加盟了曼城之后 斯特林 被他激活了 在凯恩加盟的第2个赛季 斯特林进了28球 还在英超射手榜的榜首 而凯恩自己在曼城第2个赛季呢 也是进了12个球 但是我在带队之后的一个感想 就是说凯恩其实在曼城的这个作用 也许真的并不是总是出现在门前 去进球 他在进攻的串联当中起到的作用 也许是更加重要 更加大的 OK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凯恩加盟曼城之后的效果 跟你想象中有多大的区别呢 下一期FIFA的游戏视频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别忘了点赞转发 关注 下期再见